我们完成了第一种排序 那稍微回忆一下 第一种排序叫什么呢 叫插入排序 它又包括了三个方法 分别是直接插入排序 折扮插入排序 以及吸耳插入排序 那么按照刚才所分析的 应该说性能比较好的是吸耳排序 再往下当然是我们的折扮 最差的应该是直接插入排序 因为直接插入排序 它的比较呢是采用的是顺序比较 而我们折扮的插入呢 是采用的是折扮的比较的方法 所以相对来说 在比较上面是要优于我们的 直接插入方法的 我们来看第二类 第二大类的排序方法叫交换排序 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考试 经常会考的一种方法 叫做快速排序 那么整个排序里面 其实一般来说比较重要的两个方法 就是快速排序和堆排序 这两个方法同学们实际上是一定要掌握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所谓的交换排序 交换排序基本原理呢 是在带排序的记录序列中 两两比较带排序的记录关键字 并交换不满足要求的那一对数 直到整个序列中的所有记录都满足要求维持 常用的选择排序有冒泡快速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我们理工科一入学都会学 我们说成熙设计语言 在这门课中老师一定会讲到排序 而且往往就会讲到冒泡排序 它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方法 但是却又把冒泡排序和简单选择方法混在一块 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同学真的能去分开所谓的冒泡排序 它不是拿一个跟其他所有的 它是两两进行偶对的一种比较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两种方法 冒泡与快速 我们看第一个方法 交换排序类里面的第一种叫冒泡方法 冒泡方法呢 是两两比较相邻的关键字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可以自前向后两两比较 也就是矮和矮加一 我也可以是戒和戒减一两个元素比较 它一定是相邻的 我们后面要讲到选择类的时候 简单选择类里面 它是第矮个和随后的那些第戒个去比较 戒是从矮加一开始 而在我们冒泡时 它是在同一个组里面的两两比较 一定是第矮和后面那个就是矮加一 如果是第几个和前面那个 它就是第戒和戒减一的比较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如果发生了有密序 就要进行交换 从而是关键字小的像气泡一样往上浮 那么还有一个像石头一样往下沉 我们把这两个都可以理解成是冒泡 所以冒泡呢 不是说一定要泡上去 也可以石头往下沉 冒习惯称之为冒泡排序 冒泡排序的它的一个具体的思想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戴排序的记录中 从戴排序的记录R一开始两两比较 我们每次都拿这个R 点一个K表示它关键字 和R加1的记录比较 那么比较完这一趟之后 大家得注意一下 那么从第一个比较最后一个 我就能找到一个最大的 或者是一个最小的 那我先问大家 这道题是泡往上冒 还是石头往下沉 如果细心的同学 刚才我说了一句话 其实已经决定了 你可以用的是R和R加1 你也可以是G和G点1 那么R和R加1 是不是应该是从前往后 两两进行比较 因此最终就可以找到一个 最大的放到最后 那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石头往下沉 如果是G和G点1 是从后向前 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最小的小泡 在最前面给它冒出去了 所以取决于大家 整个排序的一个顺序 如果是采用的是R加1 那么你比较完第一趟 会得到一个关键次最大的记录 一个石头 那么再一次呢 刚才我们进行比较R加1 那么缩小一个 为什么缩小一个 因为我们最后一个元素 已经找到了它是最大的 所以往前缩 随着我们每一趟 它在有位排序的 刚才我们数据实际上是越来越少 因为后面已经有序了 在这一趟里面会挑一个剩余里面的最大 留在我们的最后一个位置 以此直到我们把所有的N-一个元素 全部由小到大排序结束 就为冒泡排序 好 那么不妨我们也用一个例子 给大家来看一下 所谓的冒泡排序 那么同样还是刚才 这样子的六个 其实叫排序码 也叫K关键字 这六个关键字呢 已经给出来了 下面我们要求同学们能通过冒泡排序 写出它的一个执行过程 那么在这儿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一共是123456 那么有一个初始化的状态 那其他就是我们的步骤了 那么看一下我们本期 大家能看出来 初始化是17到我们的9 全部放在我们的R0到R5 这样子的一个一维数目中 第一趟 大家注意一下它怎么做的 请看 第一趟的排序 大家可以拿出来个3 我问大家 这道题是冒泡 还是 准确说是石头沉下去了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拿了3 3是最小的 刚刚冒泡 如果冒泡应该是怎么做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应该是拿我们后面的每一个元素 从后向前 找最小的气泡 让它冒出去 如果石头沉海 应该是从前向后 找最大的让它沉入海底 那么因此本质是冒出去 所以由后向前 9和20笔 我们可以发现它两个交换位置 因为20大于9 所以20是什么下 9和14笔 那么交换 9和25笔交换 然后9 大家看一下和3笔交换 那我先问大家 9和3笔交换 3小 所以9就放在了3的这颗位置上 然后是17和3笔交 那么很显然3最小 3和17交换位置 最终3是所有这组序列里面最小的 它冒出去的 剩余的 注意一下 这一趟 剩余的就留在了我们的宿主里面 此时再由后向前 20跟14笔不动留下 14和25笔 25乘下来 然后14 继续 14再跟19笔 那么14给它乘下来 9和17笔 9上去 9又冒出去的 再在剩余的里面 继续 20和25笔交换 20和14笔不动 14和17笔交换 14冒出去 那么最后一趟 我们再看一下 25跟20笔 我们放下 不动 20跟17笔 不动 我们发现 不再动的那一趟 就表示它已经有序了 好 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冒泡排序 按照刚才所说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与我们在第二点 教同学们写代码时候 就要有关系了 由于冒泡 它可以把最小的先冒出去 也可以把最大的乘下去 它就决定了 我们采用的是 Ri和后面的比 足一的跟后面比 还是后面的跟前面比 那么就是你冒泡 还是我们刚才说 那么石头成底 本题中是冒泡 因此我是从后向前 把最小的给它冒出去 冒出去之后 逐渐的缩小 未排序的数据的元素 每冒出去一个 你没有排序的数据元素 再逐渐减少 那么最终把最小的全部给它冒出去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冒泡排序 如果是石成大海的话 那么就要从前向后 把最大的给它挑出去 这第一个注意的 第二个同学们还要注意的是 它不一定是N个数 就要经过N减一趟 请问为什么 这个例子其实就已经说明了 当我们在冒泡排序的时候 发现经过抹一趟的比较 所有的元素都没有动 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有序了 因而此时就可以终止 冒泡排序的一个过程 这也是可以提高 冒泡排序的一个效率的一个办法 好 下面呢 我们再通过一个例子 那么也是咱们书上有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具具体的做法 那么这给了大家初始化的一个关键字 一共是八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一步 大家看一下38和49 比较 我已经问大家 我现在是从前向下 是冒泡 还是湿透成海 那很显然是从上 它是用DR和R加1进去比较 下次再用DR加RX和R加1比较 是不是从前向后 因此找大的 沉下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38和49 刚才我们看一下 原来是49和38交换 好 接着是趟两个 两两比较 请问大家要换吗 不换 再往下 这两个要换 那么再往下 大家看一下要换吗 要换 那么这两个要换吗 要换 它俩要换吗 要换 30上去 97下来 好 我把这个红色具体来看一下 谁撑下去了 97 所以 这一趟完成后 其他的全部上去 那么最大的一个数 撑下来 那请问剩余在冒泡时 97就不用参与了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是所有数据里面最大的 我只要在剩余的这一组数据对象里面 再找最大的 还是找大的就从前向后 找小的从后向前 那么继续 38 49不换 49 65 我就往下 49 6 它俩不换 49 65不换 65也不换 下面这个76换 76 27换 那么76 30换 那么看一下 这一组又把谁撑下来 76 因而 我们又第二趟得到了一个最大的 在这剩余的里面 我们继续 请看 38 49不动 49 65不动 65 13 注意一下要动 65 65 27要动 65 30要动 好 这一趟我们又找到一个最大的 然后再在剩余的里面 继续 49 好 我们再在剩余的里面 38向下层 38和27层 38到30层 那么又得到了我们第五趟的结果 继续向下 13 27不动 27 30不动 30 38不动 我们看一下 到了第五趟就没有发生任何向下移动 也就没有交换了 那么此时 我们认为整个冒牌系就已经结束了 好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由小到大的一个输出结果 那么下面给了大家一道题 其实也是想同学们自己回去练习一下 有六个排序码 让我们写出它的冒套排序的一个执行过程 那么在这呢 我给同学们一分钟时间 你们看一下 能不能对它进行冒套排序 冒套排序非常经典 其实只要讲课 没有老是离开这个词 那么大家肯定一直没有分出来 泡是要往上冒的 但是往往还有一种泡往海底冒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湿豆沉海 那么不管是冒还是成 那么它取决于我们排序的一个顺序 想冒就自后向前比 想成就自前向后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处理的这个方向 那么不管哪个方向 都是我们正确的冒套排序的一个算法 这些过程 好 如果同学完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结果是否正确 初始化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它 那么很显然 我给大家有个提示 四十九放在后面 请问大家 我是冒还是成 成 成下来了 如果是成 我问大家 是从前向后 还是从后向前 从前向后 所以 两个笔角不动 两个笔角不动 两个笔角换 所以二十五星过来 二十五星 那么这个就是四十九了 四十九和十六笔角换 十六过来 四十九在这 四十九和零八换 零八上来 四十九过去 所以第一趟笔角结果是它 当四十九得到之后 我们在剩余的里面 继续叫下 大家看一下 最趟又怎么做的 二十一二十五不动 二十五和二十五 星不动 但是 这个 注意 二十五星和十六换 十六过来 二十五星 二十五星和零八换 零八过来 二十五星下去 所以这次我们得到二十五星 家门同学们能写下一次吗 在我们后面的结果 我们试着写一下 二十一二十五 不动 二十五和十六 我这写慢点 它两次要换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 十六 二十五 二十五和零八 要不要换 要零八 二十五 那么这个两个二十五不动 所以这次我们拿出来是它 我们来看一下 跟我们分析一样 二十一十八 十六 零八 二十五星 二十五星 我们把它清掉 在剩余的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二十一和十六交换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一和零八要交换 所以是零八 二十一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是十六 零八 二十一 我们的最后一趟 很显然 零八上前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五星 四十九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整个这个过程 就叫冒泡排序的执行过程 所以同学们除了要知道什么是冒泡排序 具体的要落到 我给一个例子 我能写出整个冒泡排序的一个执行过程 那么这是这道题的一个练习的目的 那么对于冒泡排序 它的性能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冒泡排序呢 我们说还是一样 考虑它的比较次数 和相应的数据对象的一个移动次数 最好的情况 一样 是不是应该比N减一次不移动 最坏的情况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都基本上是在ON的平方 冒泡排序是要一个空间的 所以空间复杂度是O1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二十五和二十五星 经过冒泡排序之后 二十五星还是在它原来的位置 因此它依然是一种稳定的排序的方法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交换排序 称作为冒泡排序 下面我们重要的给大家要介绍 今天我们整个排序里面的 两个最重要的算法 第一个叫快速排序 大家听这个词啊 快速排序 快速排序 一定很快 不是的 我们先给大家教两句话 快速排序在考试的时候 它一定反其道而考大家 如果说快速排序 当问大家的时候 只有越乱的数据 越用快速排序反而快 如果基本有序的话 快速排序反而不快 什么意思 考试如果问大家是选择题 给了一组数据 基本有序 你一定不要用快速排序 如果给了一组数据 它基本上没有序 而且杂乱无章 那你用快速排序一定快 也就是说 对于快速排序 它的时间复杂度 其实是分两种情况的 在比较 适合于它的情况下 它可以达到N倍的 LOG12为底的N字方 在不适合它的情况下 它是ON的平方 那么适合于它的是什么情况 是乱的情况 而比较有序 基本有序的情况下 快速排序的性能 一下就降低了 所以我先告诉大家一点 在什么情况下 你应该选择快速排序呢 就是非常乱的数据 请你选择快速排序 所以快速排序 并不是什么都快的 一种快速排序 那么具体快速排序的算法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其实难度也比较大 那么这里面给了大家 一段话 这段话应该说 理解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我们不妨也给同学们先说一下 然后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 来理解快速排序 它是这么说的 在取代排序的节点序列中 某一个节点作为控制值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旗杆 采用某种方法 把这个节点放在合适的位置 使得这个位置 左边的所有节点 都小于这个控制值 而它的右边的 所有节点呢 都大于这个控制值 那么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说呢 有一组数想要排序了 我们选择一个控制值 这个控制像一个旗杆一样 一旦我擦在这 意味着在它的后面都比这个旗杆要高 那么一定是比它高 不一定有序 但是它前面呢 一定是比它要小 那么这样子 这个旗杆呢 我们说找到了一个位置 让我们整个数据呢 就分成两种 那么大家来想一想 我把非常大的一个数据 将一千两半 比它大的在前面 比它小 比它小的在前面 比它大的在后面 我下面是否把一个问题 就分成两个小的问题啊 计算机最擅长的是 把大问题变成小问题 把难问题变成简单问题 这样子 我们可以调用自己的算法 或者调用地规 就能解决快速排序了 所以快速排序呢 实际在求解的过程中 它是自己调自己 是规模逐渐减小的 一种地规算法的思想 那么具体的呢 我们还是往下来看一下 它的思想 它的一个步骤说的是 设置两个变量R和G 所以我们要讲它 排序的开始呢 R是0 G是N-1 我们设两个指针 分别指头指尾 R指头 G指尾 一般情况下 把我们的第一个数据元素 作为刚才那个控制值 也就在我们刚才表示的时候 作为那个红旗旗杆 给它放在A0里面 然后呢 因为它是第一个元素 所以是在R等于0的时候 每次去找 跟我们的控制值 不在一个方向时的 那个箭头 我们用R是指向头的一个箭头 还有一个G 指向我们尾的 开始的时候 R呢是指向0的元素 我们说下方是0的这个元素 而我们G呢 指向的是N-1这个元素 我又因为把 D0的元素 就作为了我们控制值 所以每次动的时候 R是做加加 G是做减减 但是有一个动先动谁 我们总是动 跟控制值不在一个方向的那个箭头 所以首先动的是G G呢 要做减减 找到第一个小于控制值的那个A键 将A键和A键换 换完之后 由于A键和A键交换了 这时候我们下一次就该动I了 I是做加加 往后跑 I往后跑找什么 找大的 大于K的A键 然后再将A键和A键交换 重复 直到I和键相等 这个算法呢 说起来不是特别难 其实在执行时候 我们还是得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一个快速排序 上面给了一个 我们一直用的 123456之6个数 它在第一次处理的时候 它把21 作为我们的控制值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21在做控制值 经过我们的第一趟 快速排序 21立在这了 立在这个21的前面 全部比21要小 而比21大都在后面 它虽然没有序 但都比它大 怎么办呢 再把这两个分别 再用快速排序 此时08 再作为控制值 那大家看一下 08做了控制值 16图一个数 所以又放在这了 而把后面的25 再作为我们的控制值 再让它找到一个 合适位置 结果它的合适位置 还是在这 继续再把剩余的里面 再把49 作为它的控制值 找到它的合适位置 所以它是 把一个大的问题 变成一个小问题 就切分成一块一块 在每一块里面 它的规模 就比原来的规模要小了 因为我把第一个元素 作为控制值 它插到了一个 比它小的往前放 比它大的往后放的 两个子机里面 每个子机 再用快速排序 进行排序 下面呢 我要带着同学们 一块来完成 整个这个流程 那么这个流程的 执行过程中 我们有几个细节 在这要给大家说一下 请看一下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为了好表示呢 我有几点说明 一共定义的 其实是 大家可以看到八个数 但是我放的时候呢 是从下标是一的 放到下标是八的 因为下标是零的 这个里面 就要放我刚才的那个旗杆 我也叫控制值 实际上这个空的房子里面 就这个里面 我要放四十九 这个空的里面 其实也放了一个四十九 但是我们怕同学们不好记 我把这个四十九就擦掉了 是空房子 擦掉它有什么好处呢 请同学复一下 每次动这个漏 动谁呢 动不是空房子的那个方向 只不过这个漏要加加 汗要做减减 空房子如果是在后面 就要动前面 空房子如果在前面 就要动后面 总是要动 与控制值不在一个方向上的 那个指针 所以这点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我把它稍微再清单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把第一个值 作为控制值 我们来开始 整个快速排行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初始化漏指向我们的 最初的第一个值 四十九 汗指向我们最后一个元素 请问大家 根据刚才所说 先动谁呢 先要看一下我们的汗 汗是四十九 我们总是要找 从后要找 比前面要小的 前面要找比较大的 请问大家四十九 比我们前面这个小吗 不小 所以向前移 二十七 二十七比四十九小吗 小 小了就怎么办 交换 所以他想换一下 那我问大家换的结果是 这个二十七就做到空房子 空房子就移到后面了 这时候空房子已经跑到后面 就不能再动空房子的方向 应该动这个漏的方向 漏要做加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二十七和空房子换了一下 此时我们不是在动 注意一下 不是动我们的汗 而是动漏 那么漏多加加 三十八 三十八没有超过我们四十九 往后找六十五 六十五超过了四十九 前面总是要大于 找大于四十九的 我们这个控制值 后面要找小于他的 等于也不找 只找小于的 所以六十五根空房子要换 好换过来了 那我问他现在应该动谁 动漏 漏往前跑 要找小的 所以一下就找到了十三 十三根空房子换 注意一下 换完后不能动漏 要动谁 动漏 漏往后找到97 97比49是要大的呀 因此97进了空房子 那么现在我们动的是漏 漏往前走 76 76是大于四十九 继续往前走 两个碰上了 碰上了一百折 我已经找到了 前面的都比我的控制值要小 后面的比控制值都大 因此此房子就应该把四十九给他放进来 所以四十九坐进来 请问四十九一坐进来之后 整个的数据对象 就分成了几组呢 两组 是不是两组啊 前面这组是三个数 后面这组四个数 那么现在完成排序了吗 没有 我们把刚才整个过程叫做第一趟快速排序 如果考试问大家 第一趟快速排序 是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有序的序列吧 不是的 只是得到了你的控制值的一个合适位置 比他小的全部放在控制值的前面 比他大于或等于的都放在他的 不小于他都放在后面了 然后下一步怎么办呢 再把一分为二的两组继续分别用快速排序 所以分别再走一遍 因此我们在练习 那么在练习的同时 我一样 我把二十七作为我们的控制值 好了 那么漏只向我们的二十七所在的公房子 汗只向我们的十三 就是三个数 那么先要动漏吗 动汗 动汗 我们总是动跟公房子不在一个方向的那个指针 所以是我们的汗 汗要找什么 找比我们二十七小的 十三就比二十七小呀 所以交换 交换完之后就要动我们的漏 因为漏跟它控房子不在一个方向 它往后做加加 三十八 三十八是要比二十七要大的 所以又要交换 这时候一交换完 汗又往前面跑 两个碰上 此时又找到了 现在当前的这个控制值的位置 二十七插进来 那么我们完成了前面这一半的一个快速排序 三个数 后面这呢 有四个数 那么这四个数呢 我们把七十六给它调进来 所以七十六拿进来 那么漏和我们的汗 那我问大家还是动谁 动于四十九 四十九跟我们的这个控制值比 它小 所以直接交换 交换完以后 动谁呢 动我们的漏 往后移 九十七大 大比我们七十五大 也交换 那汗往前移六十五 六数比它小 继续交换 那么交换完以后 将我们的漏 加加 不是汗 它是总是动的 跟它不在一个方向 跟空房不在一个方向的指针 漏作加加 两个碰上 找到了现在的控制值的位置 七十六放进来 好 老师问大家 刚才的二十七插在的这 前后各一个数已完成 现在的七十六插进来 后面一个数 前面有两个数 整个的快速排序完成了 没有 非常好 这两个数还没排 所以继续下一步 再怎么做呢 把第一个数四十九 作为我们的控制值 漏和汗分别指向我们的第一和第二个数 那么六十五比四十九要大 所以直接汗做加 汗做减减 两个碰上 找到了四十九的位置 所以四十九进来 到此为止我们才把整个这八个数 利用快速排序完成 这个过程呢 就是整个的快速排序的过程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一道题 看看同学能够完成 那我给同学一分钟时间来看一下 这种数据呢 是四十六五十五十三 四十二九十四零五十七七十 也是八个数 那么要求同学们用的是快速排序 但是我只要的是第一次划分 什么是所谓的第一次划分呢 因为快速排序呢 它通过快速的一个控制值 将一个完整的数据 它会一分为二切成两个小组的 在每个小组里面 还要继续才用我们的快速排序 我们只要大家第一次 也就一分为二的那一次 那么不妨我们把这道题中 四十六还是作为我们的控制值 把它拿出去 如果四十六拿出去的话 放在我们的第零个房子 那我们的排用low的话 low指向它 那我们的high呢 指向它 那请问大家 high总是找小的 那么low总是找大的 那么如果找到的话 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首先从high七十往前到了十七 那么十七根空房的调 调完之后呢 继续由前面向后五十五 五十五大于四十六 然后再继续调 所以整个过程呢 按照刚才的说法 我们给大家不妨的描述一下 来我们看看 在整个过程中 把四十六作为我们的控制值 首先动的是 刚才说了 应该是谁呢 这个界势 我们这次用的是F界 分享指向两个头和尾 七十不动 往前十七 十七比四十六要小 所以十七和四十六交换 交换完之后 将矮向后移五十五 五十五比四十六大 所以交换 四十六和五十六 五十五交换 然后调整我们的界 界到了零五 零五比四十六要小 交换零五四十六 然后调整我们的矮做加加 十三 十三比四十六小 继续往前 到四十二 四十二比四十六还小 到九十四 九十四大于四十六 两个调整 所以九十四和四十六 我们看一下 换一下 换完之后 将我们的界做简简 共同指向了 大家看一下 指向了哪 做简简 指向了我们四十六 最后把四十六放到这个空房子 所以结果呢 这个四十六 这还没写完 这底下还有一个 四十六的前面 都是比它要小的 而比它大的都应该是在后面 在后面的有三个值 九十四五十五七十 我们注意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快速排序 刚才已经提到了 从时间上面看了 它与我们的参照记录的选择 关系非常大 因为我们总是要找一个 刚才我们说控制值 这个值要把整个的数据呢 一分为二 它的取值不同 那么一分为二的这个元素的长度 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呢 快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 是取决于我们的参照值的 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 它可以达到N倍的落合 以二为敌的 那么由于它每次在进行 分子的块 或者是要分小组 所以空间复杂度呢 也是到可以二为 比的N次方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排序的方法 这是快速排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